大家好 这次游戏废人 今天想要聊一个应该蛮多人会有兴趣的东西 就是游戏中的抽卡以及几率选学 不管是冲装 还是抽卡 那我们今天在玩像是 《非暗天空》当然就是在讲抽卡 或者是像天堂我们就是在讲冲装 虽然说现在游戏公司都有公布几率 但蛮常会在网络上面看到 几率造假 那个几率都不是真的 或者是也有人会说 几率就是50% 50% 有抽到就是有没有抽到就是没有 当然每个人都有各自的想法 但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毕竟我从小到大到现在 自己纯手动亲眼看到 这样子抽 应该也抽了 少说10万可能不下百万次数 因为我所有的游戏 我都是纯手动手刷 而且我都是一个人刷的 那我刷过了上千款游戏 我从来没有在卖任何账号 所有的手刷都只是因为 我想要知道这个游戏的几率 以及这个游戏我想要刷出我满意的账号 昨天虽然我有介绍完 我的冰队 但因为那一个账号被绑定在日服 那日服不管我用手机还是steam科金 都会是日版科金 贵了15% 我之后又打算要科金 那变成说我一开始的首抽 可能还没有那么重要 而是我要科金便宜 这个比较重要 最后我不得不重刷了一个账号 所以给大家看一下我现在重刷以后的账号 之前的账号其实已经蛮不错 但我这次我重刷这个账号 就比之前的再更好 众春百合以及丽华座都已经抽到了 再加上我有抽到两次国剑 又有新罗 另外还有抽到了圣诞丰厚 圣诞丰厚刚好是光属性的破盾 跟丽华可以搭配 之后只要抽到光属性的辅助 就是圣诞三血 这样子我的光队就可以有一个基本出行 所以我这次开局其实比之前还要好 今天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在这整个游戏的过程中 对于抽卡以及冲装的一些心得 这就跟我们现实中的很多 运气东西一样 的确能够掌握运气 你的人生真的会很顺遂 因为我其实本身就是一个 被身边所有人都说运气 非常好的一个人 但实际上我并不是运气一直都很好 一来是心态问题 再来就是我本身其实在 有些地方会 相信一些 别人可能觉得 莫名其妙的都市传说 就是宁可信其有的感觉 至少就玩游戏来说 有时候还出乎意料的会有点零 当然这些东西我没办法证明 它是对是错 但就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 因为就像我们今天在投一个骰子 骰子会骰出哪一面 是运气吗 实际上并不是 决定它会骰出哪一面是你的投掷力道 它遇到的空气阻力 它中间的碰撞以及摩擦系数 再加上你引力的强弱 以及碰撞时候的角度 这些全部加起来去决定出 它是骰出哪一面 所以实际上它是一个 物理现象 问题是我们没办法在 瞬间 算出这个 结果 也因此最后我们就只能够白归咎于是运气 那么同样的 今天我们在抽卡的时候 或者我们在冲装的时候 这个东西是系统判断的 电脑是怎么抽选的 它的逻辑 它到底是怎么分配的 它搞不好会出现一些 连续欧或连续非的情况 般来说如果要判断一款游戏的 抽卡 是不是有造假 我不会用 我有没有抽到什么角色 或者是我没抽到什么角色 的数量来判断 而是 我有没有办法 在十连抽一次抽到两个以上的 西游角 这样子的次数来判断 大家可能比较知道的案例 原神 原神的几率 当然大家也都知道 它就一个渐进式几率 所以它即使有讲出一个明确的 我今天的 总几率是多少 你实际上抽卡 也的确不可能会低于那个几率 但是它的几率就是一个渐进式 你要一开始的时候想要十连 光是抽到一支就非常难了 你要抽到两支 那个几乎不可能 因为这个是 刻意设计出来的几率 同样的米哈游旗下另外一款游戏崩坏3 它在台版跟在日版 就是完全不同的设计 日版没有保底 但是 完全增几率 而台版的话 则是有保底 但是实际上 你在一开始抽的时候 几率超级低 大概要抽到50抽以后 它几率才慢慢回升 回升到最后可能在 倒数剩下10抽20抽的时候 才几乎一定会抽出来 这样子的渐进式几率 好处是你花到最后一定可以拿到 但坏处是你没有花那么多钱 或没有那么多抽 很难在一开始的时候就拿到 而日版的崩坏3在当时 真的就是 10抽出现3支 4支都有 但这个在台版是几乎不可能发生的 所以我在判断一款游戏 它的几率是不是被 刻意设计过的 我是用它有没有办法一次抽出 两支以上来判断 那么通常日本游戏都是有办法抽出来的 但就像之前穿越时空猫的设计 就例如说我这次的10抽最多只会抽出3支 SS 或者是我这个10抽最多只能够抽出4支 如果系统判定抽出4支以上的话 它故意把你多出的那支 变成S以下 但这个毕竟就是他们后台的设计 我们没办法去判断 这个游戏是不是真的就有这样做 所以说真的与其去想这么多 我在几率的表定这块还是会多少去相信游戏公司 毕竟真的去质疑的话 你永远质疑不完 那这个时候 我想的就只有 怎么样才可以让我运气比较好 那这里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一些 过去 在玄学上面的一些心路历程 首先最早让我开始 去研究这一块 并且相信这一块的是在 奇迹MU 不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些什么手游的奇迹MU 是最早最早出版电脑版20年前的那一款奇迹MU 我那时候是在汉摩拉比伺服器 那我是伺服器第2个达到100等的 也是全游戏第2个创工会 当时的祝福宝石1颗台币500块 超级贵 我那时候因为发现了 游戏中的祝福宝石掉落是有规则的 不管是祝福宝石还是灵魂宝石 在每次游戏维护后 它会随机分配到这张地图里面的2到3只怪物 只要你在打怪的时候 发现这只怪物有掉 去找到这只怪物的重生点 因为它都是一只怪物死掉以后会在固定的地方重生 没死掉它就不会重生 打到宝石以后立刻找出掉宝石的这颗怪物它的重生点 只锁定这只怪物打 这样子打一天大概 正常都可以打到3到4颗以上 我当时靠着这个方法 浓到了足够的宝石 那接下来就是冲装了 因为我那时候玩的是最早版本 最高只有到加9追12而已 那追12是打怪随机掉的属性 所以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冲 冲装只要使用祝福宝石 在加6之前是100%过 所以我们要冲的就是 加7加8加9 冲3次 那它的几率表定正常是50% 每多加1几率会少5% 所以正常是50 4540 其实听起来没有很低 但是只要失败 就直接归零 装备里面还有一个属性叫做幸运 幸运会增加暴击率以及冲装成功率 冲装成功率是加25% 所以我们要冲的装备一定都会想办法用到幸运 而我当时就是全身用到加9幸运 翅膀的话只有追4但是一样有幸运 武器一样是只有追4的盖亚弓 但是也有幸运 所以我等于是全身冲了武器 翅膀 头衣服 手套 鞋子 裤子 加起来总共7件 这样子7件装备 虽然说冲过几率因为有幸运提高到75% 但是这个几率我们要连冲21次 都不失败 几率有多低 应该是超级低吧 我当时冲到全身加9 这21次里面我只失败了一次 只有一次冲加7冲加8的时候失败 我是怎么点的呢 其实当时有一个玄学 就是那个宝石你把它拿起来的时候 它会开始转 宝石它是因为设计的像钻石一样 会有光泽在上面切换 在宝石转到整颗全量的时候 那个瞬间点下去 反正当时有很多玄学 我那时候就是宁可信其有 就是真的点过去 你可以说这完全就只是赛道 但是当你体验过 也会开始去觉得 好像有一点真的这么神 我在之前借到天堂W的时候 也有分享过点装玄学 也是相同的概念 当然这个东西是很宁可信其有 因为毕竟我也不是点了就一定过 还是有失败的 但其实在我分享之后 我也有看到有实况组 用同样的方法 直接在实况上面 连去点出了好几把加酒武器 这东西其实可以算是一个 心理上的安慰剂 但是我会这样子相信 就是因为从一开始 MU的时候 东西掉宝 我们可以当成是一个 几率运气 但就像我当时发现的 它是一个表弹固定去抽 所以这也让我从此以后觉得 游戏中的几率东西 其实可能都多少 会有一些征兆可以去判断 另外一个比较明显的东西 就是龙竹拼图 因为龙竹拼图在最近更新才增加了 五连抽 在之前都只能够单抽 如果你这次抽出什么稀有度的蛋 快速连抽 下一颗有很高的机率抽出相同稀有度的 在近期这个东西有比较不准 因为现在的稀有度有点多 但是在以前只有把转蛋分成 稀有以及不稀有两种 就是四星以及五星的时候 那时候你只要抽到五星 五星的机率比较低 只要马上接着抽下一颗 几乎都一定会是五星 同样的如果你抽出四星 你用快速连抽的方式 你有很高的机率 就是一定接着四星四星的滚 所以当时龙竹拼图就很流行 如果你抽到四星就一定要停一下 等一段时间跳出画面 回来再重新点 甚至把游戏关掉再重点 但是因为整个游戏关掉有点慢 所以通常都会变成是 等一段时间 再点下一颗 如果你抽到五星的话 就是马上立刻再继续抽 这个方法真的还蛮有用的 而且还蛮常发生的 再来就是我自己现在 个人最相信 也是我最崇尚的 就是 账号命定论 我的所有账号 都是自己手刷挑出来的 那手刷要能够 挑到我自己喜欢 代表一定是抽的够好 也就是这个账号的开局够欧 那在之后我玩的游戏 几乎每一款 都会被我的同事说 你这个账号真的是有够欧的 不管是玩极路旅人我玩钢支电金素质M 即使我有科金 但是 我那一账号在无客状态下 都是特别欧的账号 也曾经有过 特别不刷手抽 就是反正开局有点烂 没差我就是继续玩 真的就是可以 接下来一路飞 飞到让我想要退坑 就让我今天分享这个 我新刷的账号 其实大家看到的那支国舰 是我购买31A的 必得 一般来说是 不会推荐你去买31A 310的必得 但因为我这个账号 就刚好缺国舰而已 那我就想说 反正3000赚必得 只要不要抽到和拳 不要抽到会 其实剩下的四支 哪一支 我觉得都还OK 那当然可以抽到国舰就是最好 所以我那个10抽就直接抽下去 然后就中了两支国舰 所以现在这个账号反而比我一开始的那个账号 又再更偶了一点 因为像我这个账号 一开始抽到立化的时候 我就想说如果 歪到圣诞丰厚 我就玩 因为毕竟圣诞丰厚就是光属性的 最佳破盾 在那个0.02%的几率里面 就真的歪出来 所以我想说好吧这个账号就是一定要玩 然后之后在第一次的补食之后又抽到了仲存 已经完全没有不玩的道理 所以抽到仲存以后我就在科金把必得两个买下去 至于我最想要玩的正月新罗 反正我会持续科金的话 迟早还是可以拿到 抽卡选学的话我觉得就是完全看个人 像我自己本身还有另外一个选学叫做 一歪一飞论 我今天如果歪 隔天通常就会飞 以及我这一次歪 下次通常就会飞 最明显的例子是在怪物弹珠 我怪物弹珠玩了三年 每一次合作一定都是一歪一飞 几乎完全没有例外 我只要这一次合作可以抽到两支以上的大奖 下次合作就会一支都没抽到 上一次的怪物弹珠合作 钢弹就抽的超级 今天开的钢链 石头抽光了 什么都没有 反正就之后再慢慢看 有没有办法至少歪出一支吧 以上就是这一次影片 如果大家喜欢可以帮我按赞订阅分享 那我们就下支影片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